主要把它区割成 其实这个云端上也有这两段程式 因为这个前面都有讲过了 所以呢我就直接来看 第一个一定是什么 Import 多一个叫 除了Request之外 多一个SQLite3 这前面讲过了 这一个外挂 主要是帮我们建立资料库用的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SQLite3 产生一个资料库 名称的话我换个 我们前面叫什么Cursor01 我换个名字叫PM25好了 OK 点DB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建完这个一个 这个资料库物件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一个资料表物件 就Cursor 这两行我前面有讲过 如果它存在的话就删掉 Drop掉 OK 这两行其实不加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说你不加的话 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呢 你一直 你没有它资料变成历史资料了 如果说你将来是希望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不要加这两行 因为它像那个PM25的资料是 根据它比如一个小时 一次 那也许啦 你就可以把它做成什么 一个小时让它run一次 也就是PM25 你就一个小时run一次 一个小时自动run一次 有没有 那你这两行就可以不要加 不然如果你加这两行的话 它会怎么样 它你前面东西不见啊 比如说你现在是八点 有没有 你刷一次对不对 那你九点再抓它就把八点删掉了 OK 所以这两行看什么 要不要用不是说一定要加的 如果不需要那你就不要加 OK好 假设我们不要加好了 这样不加又更清爽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建立一个资料表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CREATE TABLE 这个前面都讲过 IF NOT EAS 这个PM25的名称 然后总共有五个栏位 那五个栏位的话 我前面也讲过啦 至于要命名什么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取名称 比如它第一栏叫 就是网站 你可以用Site那个名称 但其实说真的 有时候我真的还蛮懒的 我发现这个方法真的很好 ABCDE 因为那种 以前就是很照着那种 既定的规则 城市越来越复杂 名称好多 后来它因为ABCDE 感觉好清爽 这也是 就是我讲过就是从Excel 来的这个 这个一个方式啦 后面的话就用Test 那Excue它 所以我建立一个PM25的一个资料表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要Excue它 那这个底下的话就是要InsertInto 可是我现在有很多资料 所以我把前面的这一个抓取资料的这些 一直到抓取Request.get 一直到缝回圈 那Print我把它顺便Print out 把它Ctrl C好了 就这一些抓资料的这部分 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要InsertInto的这个位置 所以这边的话把它什么? 把它贴到这边来 假设我们这边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的话呢 记得把这两行怎么样? 把它按一个Table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每一个 只要你抓一笔资料 有没有?一个串列里面的一个字典 里面的Value 那就帮我怎么样?写进去 有没有? 每一个就写一个 每一个就写一个 那InsertInto的话 因为会有所谓 总共有五个栏位 有没有? 所以后面的话呢 就Format 然后呢 就直接一样的 0、1、2、3、4 总共有五个栏位 那就分别把它放进去了 那因为前面讲过了 细节我想自己再稍微试一下 最后的话一样是Execute它 就把这个放到这边 利用那个资料表物件去执行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就写 写 反正不知道几笔 就一个一直写一直写 写进去之后的话呢 那最后呢再一次Conmit 然后并且close掉这个连线 那最后呢 显示出写入成功的讯息 这样就OK了 所以有点像 把刚刚的这个读取的部分 OK 有点像拼装 所以之后的话也许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固定的一个范本吧 上面这个是建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 然后建资料表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Insert into 那Conmit close 这中间的话就是读取资料 所以也是一个一个区块 将来的话可以照的方式来做 好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存档 并且把它执行试一下 再来的话一样就是 每读一笔资料 那我们就把它写到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库里面去 没写就直接把它写 OK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我们如果写入成功之后的话 那会秀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再用 SQL 这个SQLite Browser 直接就用什么 直接把它开启 PM25 的资料库 然后看一下里面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刚好就是我们ABCDE 然后里面Browse Data的话可以看一下 里面的话就是刚刚抓取下来的 总共会有一百五十几个资料 一百五十写入成功 有点慢 OK 一百五十几个资料就被写入到这里面来了 OK 实际上有一些希腊 好像有些资料是空的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将来如果你要排序的话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说 这里面到底哪一个地区的PM25的 那个就是数字最小 按照低的到高的 也就是说将来最好是住在越低越好 因为现在肺癌 已经比肝癌还要更多了 而且男生女生的那个癌症 肺癌都排在蛮前面的位置 而且越来越多 肺癌跟什么关系呢? 空气 空气跟什么关系? 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有些东西 当然你肺部是可以过滤掉一些的 但是如果它量太大 就在最后会引起一些 当然至于怎么产生 这个可能不是我们的专业 我感觉尽量可以避免的话 但当然尽量避免 否则的话真的身体一定哪一天也会受不了 所以还是健康最重要 就真的现在到这年纪我发现 真的钱赚再多 如果我没有健康 真的什么都是多余的 对 我那么有钱干嘛 好像我要健康一点好 否则的话 每天受疾病的痛苦 那我存款一大堆又怎么样? 那只是会变成遗产而已 没有 也许讲到吗? 所以 像我就尽量 好像只要养成好习惯 尽量还是多多运动吧 好 可是像这种PM2.5太高的地方 如果去运动的话 反而是不是适得其反 像我还看到有人就是 那个到什么工业 就是那种 马路旁边啊 不是有很多卡车啊 然后什么一堆车 还在那边跑步的 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 你应该要到那种 就是空气好的地方运动嘛 你好像选择位 选择地方运动了 OK 所以这个请各位就是试试看 另外的话可能会有同学说 老师你刚刚讲说 是不是每隔一个小时 是不是自动转一下 用什么方式来自动转位是最好的? 对不对 那Python 能不能自动 每隔一个小时自动跑一次 自动跑一次 这就牵涉到自动执行的问题了 那其实自动执行的话 其实方法很多 坊间的书籍 当然都教你用所谓的 Windows 里面有排层 但是我后来发现 排层真的很难用 当然我这边云端上 我有做一个整理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对那个 关于什么呢? 关于 云章白板里面 你们可以看一下 关于自动执行的部分 我这边第10个单元 我有 但后来发现哪个方法最简单 我后来发现一个方法 因为VBA里面 Excel里面 它有一个物件 叫Application 物件 它 物件有一个方法 叫做on-time 方法 这个on-time 方法的话 on-time 不明实际吗? 时间到就执行 时间到就执行 所以后来我就想一个办法 就是利用VBA去呼叫Python程式 让它一个小时执行 是可不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而且非常的好用 因为Python 它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怎么办? 我们要想办法 让别的程式去让它去跑 外部职 所以要怎么做?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这也许可以参考一下 我会先讲 如果你要自动 这边有排一层功能 一般书记 后来我是有试做过 但我后来的心得是很难用 但是 因为我做过 所以我记录下来 我给各位参考 你也可以试试看 然后建立新工作 然后你就是时间到 去跑一次 这个其实也都可以做出来 可以跑几次 比如每天 每周、每月 然后或者间隔几个 这个也可以做得出来 然后去执行哪一支程式 这边也可以 这个其实也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我觉得比较有弹性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用VBA VBA你就产生 这Public也可以拿掉 可以建一个Sub 然后这个Sub名称取叫Run Py 底线叫5s 5s就是每隔5秒的意思 OK 然后它其实就是Application 这个物件 它里面有个方法叫On Time 然后后面的Now 现在的时间加上Time Value Time Value的话就是时间格式 标准化格式 10分秒 所以以后你可以填 5秒钟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加上05 如果5分钟的话就是把这边改0 这边改5就可以了 如果一个小时的话 这边加一个1 然后后面多0就可以了 那你只要怎么 再把这个程式放在就是VBA的模组里面 然后并且再把Exale一定要是开启状态 Run它之后它每一个小时它就会自动去执行 那执行什么呢 执行这个 后面这个地方就是你的Python位置 后面这个 这个是指的是你的Python的所在的地方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以像这一支程式来看 如果你怎么知道找到你现在的这个所在的位置 比如说我这一支程式是这个好了 按右键 这边有个Properties 这边 那你可以怎么样 那这个边就会是你现在的位置了 所以你将来如果说像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复制 Properties 然后你可以把它贴到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刚刚我的那个Python路径 那上面的这个是什么呢 上面就是你的Python的位置 我们Python位置是放在哪里呢 应该是在C别底下吧 还记得吧 C别底下的那个Python的374 就会有这个Python的路径 所以其实我们路径应该是这个 C底下的Python374 所以理论上我们应该是 用这个才对 比如说C底下的Python374 然后Python这个程式 帮我执行的时候去执行刚刚的这个 这个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程式的位置 复制之后的话呢 贴到这边来 OK 然后每隔一个小时的话 一个小时 这边的话就零 那你可以把这个程式 复制之后 将来呢你就是开一个Excel 把Excel 开起来就好了 然后呢 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 你这边 打开 然后 开发人员 有没有 Visual Basic 你就直接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把刚刚的这个程式贴上 然后怎么样 再去弄它 它就会什么 每隔一个小时 就会是自动 前提特别就是 你Excel不能关闭 你只能把它缩小 你不能关闭 关闭它就不会弄了 那这边的Application 这个物件 指的就是Excel 所以 你一定要是Excel 打开的状态 它就会一个小时弄一次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就这样而已 这个就是什么 透过VBA去执行Python OK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可以跨工具 互相执行的 比如说我可以用VBA 互叫Python Python也可以互叫VBA 其实两者都可以互相 互叫来互叫去 然后互相结长补短 比如说你没这个功能 我提供给你 对不对 那你有这个功能 你提供给我 那最好的吧 等于是你把两个工具的优点 都把它取出来 那边1加1 一定大于2的效应 OK 所以提供了各位参考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 刚刚主要是把资料写到资料库里面 延伸我有多补充了一个就是 那个什么 在云端白板里面的第10个单元 Python的自动执行 自动执行我这边提供两个方法 一个是Windows里面的排层 一个是用VBA去run 那个Python的层次 OK 那我当然自己是觉得 因为用VBA去呼叫Python 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因为我比较习惯就是 那个VBA自动执行 常常用到 那我不是可以直接拿来runPython 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做 没有人家说不行的 不是说只能够挑其中一边 我是觉得工具的使用最好是什么 就是拿它最擅长的部分来用 试试看